E-Langga 作客迫和 WOW! It's E-Langga WOW! You can feel it in the air WOW! It's E-Langga WOW! 我想各位曼元的朋友 都應該要學會唱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E-Langga的打氣歌 剛剛我們1比1作客迫和馬體會 歐聯16強第一回合賽事 就是全靠這個年輕人 也可以這麼說 蘭尼卡再次以一個換人來說 拿到一個比較好的戰果 上場換人贏球 今場換人起碼迫和馬體會 兩個禮拜後回來主場肯定好敵很多 如果是0比1回來主場其實也挺難搞 但是現在1比1 即是重新來過 如果用舊制的話 就有好處再下入球 不過 提提大家 今年是沒有下入球 所以 完全是打和的了 來到 下一節 下一次來到奧德福 就是重新來過的 這場球 我想說一下 這場陣容先說得如何 雖然是很開心的 E-Langga幫我們追回1比1 但是整場球 我相信大家看直播的朋友都會覺得 唉 又是這樣 好 這場陣容有點怪陣 第幾十手籠 右閘 竟然是用這個 連特洛夫 其實我們幾年前都說過 連特洛夫可能有機會 因為那時候右閘不夠人 想過找他幫忙 想不到在我們右閘充裕 有魂比薩卡 尤特洛治的時候 找連特洛夫打右閘 中堅是華拉利和麥加亞 然後左閘是蘇爾 中場來說 是費特座底 然後是普巴和班洛在前面 再前面是斯洛納道 左邊和右邊 分別是新組和福仔 他們兩個都常常換邊 這個陣容我估計 因為連特洛夫上場真的很好 他又想華拉利踢中堅 所以結果走了他打右邊 還有這個有一點點 就是說有一點點 疑似三中堅與後方的變陣 說真的 你問我的話 這場球在防守方面 是算是OK的 當然了 一開球就輸一球球 這個當然大家都覺得是頑皮 但如果撇除那球輸球的話 其實 整體來說 連特洛夫打右閘也可以 但是 他上一場對列斯的單旗直走 反而 他打右閘的時候 就不太見了 因為始終 我們這場球 是中場打得頑皮 根本上也好不了球 所以連特洛夫都沒有這個 那麼多的機會 因為球一到中場 就已經斷了 他自己帶上去 更加差不大 是不可能的 好 對手來說 前鋒就是 Gao Felix 和Coreo 基士文 和蘇華雷斯 都是後備 基士文後備入體 蘇華雷斯是直接沒有出的 老實說 這場球一開球 就被人打緊了 一道氣 因為我相信 這個馬體會的萬達主場 並不是散油的燈 我覺得 我們對球基本上 這場球的信心不太大 我不知道是因為 對手的中場緊迫打得相當出色 還是因為對手的球迷 球場實在很有威力 令到我們 可以用四個字的形容 患得患失 我覺得 尤其是 我昨天也說 一開球 一定要盡量 去搶回多些主動拳 去按住對手 以及中場的搶球 或者迫搶前場 是非常重要 但是 頭過十多分鐘 是完全做不到的 甚至乎 反而是 對手就做到 因為我們都不是第一次了 說真的 任何一隊對手 對著萬元都很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平時沒有潛能 明明之前打得頑皮的 但是一對著我們 他們的潛能都激發出來 這場球 雖然他們雙兵 連隊長高機都出不了 但是 其實他們的中場迫搶 做得相當好 基本上頭過十分鐘 我們沒有什麼 完全是連球都不太能取得到 兩分鐘的時候 對手已經有一個機會 在右路出球的時候 好在今次連達洛夫基鏡 因為他們下了體戰右路出球 大家都知道 我們十二碼點 那裡基本上是任你射的 這個弱點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西夢尼也知道 結果 好像是 忘記了他們走哪個球員 應該是Coreal 好像想射 一射過去的時候 好在今次連達洛夫 以一個 右閘的位置 包回來中間十二碼點 擋了球 如果不是這球球 我相信進入的機會都不小 所以兩分鐘已經被人看到 第一個弱點 然後 第二個弱點 就是六分鐘 也成為 輸第一球的情況 就是什麼 角球 第二回合 又是那句 我們實在試過太多次 第二回合不集中 對手的Lordy 在左邊拿了球 非常活躍 Lordy這位球員 這麼大支傳球 一斬過去 在我們兩個中間之間 的 Jal Felix 你見他高高的 但又不是很大隻 但竟然可以在華拉尼和麥加亞中間 找到一個空間 飛頂入王 那個球頂得很漂亮 他真的飛到盡 剛好頂到 還要撞住 所以滴基夏 雖然他都沒有反應 但也都 就算有反應 就算他飛了 也是救不到 那是相當相當漂亮的一球球 但也是 即是說真的 上半場 打到差不多打完 都是他們最大的機會 所以這場球來說 我們防守不是完美 但是 O4來說 我覺得也算是 打得不錯的 進了這球球之後 當然馬體會的勢 越來越聰明 但也慢慢地 他們都在 迫搶那裏放鬆了 我們也跟他們 拉成軍勢 之後 大約20分鐘左右 就已經是我們 拿著球 自己做的 因為他們就 退後面 先拍大巴 休息一休息 其實11分鐘 有一個 叫不是機會 不過這球球 福仔又衝進人堆 我錄下了 不過這球球 其實我又不怪得他 因為他拿到球的情況之下 施朗走到邊線 中間沒有人 其實他可以 拿定定等其他球員上來幫忙 但他就沒有 他自己衝了 大約是4至5個馬體會的 防守球員裏面 不知道做甚麼 福仔也是這樣 沒辦法 但是 我不知道是否他想在西班牙表現得厲害 讓他遲些有機會 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經常都說巴塞 有興趣要簽他 我真的不敢說 另外 另外 20分鐘 又是一個防守 幸好 新組回到後面 包了一個位置 本來劏穿了 差點 就給了 周菲力再來一個單刀 但幸好 我們的新組回來 剪了 這個可以告訴大家 新組和福仔的很大分別 新組回來幫忙 防守 是很多時候 真的幫到手 而福仔 其實有時他也不是說不回來幫 不過 很多次越幫越忙 另外29分鐘 又是我們的防守 今天這場球說很多我們的防守 但是 都是化險為疑 29分鐘 華拉利 已經是最後一個人 拿著球被撞低了 當時不知道有沒有罰 但是 那個球大約是在三閘線左右 然後 你猜不到 突然間飛出來的那個是誰 迪基亞飛出來解圍 雖然最後好像 都給了一個罰球 就是罰了 撞低華拉利那個人 但是 你可以看到 迪基亞真的 在這方面有進步 幾快殺出來 我都猜不到 迪基亞這麼快手 說真的 然後40分鐘就差一點 普巴在中場掉了個球 今次 說真的 馬體會的逼搶真厲害 他們一個人就逼脫了普巴 平時不是要兩個人才逼脫他 今次一個人逼脫了普巴之後 好處是華拉利就遮蓋到 所以就頂得住 好了 接著去到44分鐘 又是這場波 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就是 又把握到一個 第二波的情況之下 今次不是 今次是一個罰球 又把握到我們 邊線我們經常都 很多時候不夠人 因為 始終逆風防守回來 未必回得及 但今次是罰球 我們處理得頑皮 左手邊的罰球 一個短罰球 結果二對一之下 就是好像又是羅蒂 又出了球 然後 然後 羅倫蒂在右手邊 尾柱 說真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弱點之一 就是 這次 很奇怪地 明明 通常 連特洛夫 是右閘 來的 但是 這個球斬到 我們防守的左手邊 最後的Defender 竟然是 連特洛夫 雖然是這個罰球 當然 但是 在連特洛夫 後面的羅倫蒂 完全沒有人看管之下 一頂 那個球斬出來 那一下就好像 散了少許 所以改變了的 按了對方向 羅倫蒂 也頂得 頂得 頂了落地 還是怎樣呢 一彈之下 就撞眉 出界 說真的 如果上半場 這球隊輸了2比0的話 我想我們追不追得回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幸好 這條門尾足夠了我們一次 接著之後 下半場 下到來 說真的 大家都是 比較踢得爛仔了少少 以及我們也落力多少少去搶 但是 完全是拿不到什麼攻勢 連續吃幾張王牌 梭爾 連特洛夫 以及 福仔 全部都吃王牌 三個 我們也是想做些事情 但是做不到 到65分鐘 蘭尼卡見細息不對 就換大息 換一次 換三個 很有趣 兩個閘位都換了 估計是因為兩個都吃了王牌 連續洛夫 以及蘇爾換走 就換入魂比撒卡 和泰尼斯 這個正常位換位 然後普巴 換走 換了馬迪 馬迪打回六號位 廢達恐上去 我估計是 他想打那隻 班奴和菲達在前面做迫搶 但是說真的 其實 湊巧 就不是很湊巧 老實說 這個 換人 其實就是 人手調動了 但是也沒什麼 了道 到75分鐘 阿菲達 因為防守又拿了王牌 所以這場球兩 我們吃了很多張王牌 然後 然後 小色不對 換完大色都不對 就換了我們 年青的 Illanga 最近狀態很健康 還有後備入體 經常都做到 impact player的Illanga 出來 換入他 就換走了福仔 說真的 福仔 這場球表現也是一般 老老實實 所以 也是很正路 然後出來的時候 就 吃78分鐘 阿菲達被人推下了 在禁區邊 大家都很期待 斯朗娜到 會不會一球發球 幫我們追回1比1 結果一射就射飛機 但是 接著的場面出來了 斯朗也有份 在我們後場的時候 忘記了誰 就把球斬了高球 斯朗娜到 左路的邊線 跟人家搶 頂贏了 就硬了個球給 斐特 斐特這次真的聰明了 見到 Buno 一夜勢勢力 就給了 Buno 也都是 整場球打得一般 但是 這球球給得很漂亮 一比對手的中堅 就滲下了 不知為何 也造就了 Ellinger 就拿到這個球 跟著 一夜就 射過去 射過了 這個我都說了 被人射就很容易入的 O-Black 就是那個數據 告訴大家 其實這球球 Ellinger 就不是射網仔 他在右邊射去 左邊 就不是網仔入 因為一般來說 頂級射手 一定是射網仔入 但是這球球 就不是射網仔入 O-Black 絕對 有一個責任 老老實實 OK 到83分鐘 就換了 連吉特出來 換走新組 希望都差點 其實連吉特 臨尾 臨射射了一下 都差點 陰到O-Black 所以連吉特這場球 雖然是後面入圈 不是打圈了很多球 但是那一下 我覺得他真的有足球智慧 然後 83分鐘 泰里斯再拿了王牌 然後 林元祥 就是連吉特射的球 之前 又中多一次門尾 就是 基士文 在一個角球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慢半拍 被人按了球 基士文一射就中了尾 但是那球球其實基士文有少少越位 所以 就算真的進了的話 都要看VAR 究竟基士文有沒有越位 結果 我們就一比一迫和了這場球 說真的 兩隊都不是 即 應該這樣說 兩隊的防守都做得不錯 而馬蒂湖也都一如以往 而且又雙兵又成 你說叫他主攻 他根本就不會了 說真的 所以 這個套路就是馬蒂湖的軌跡就是這樣 但是他們就猜不到 他們中堅的線腳 令到我們Ellinger 把握到這個機會 結果 就是一比一 其實 阿玲加這個入球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如果是0比1 去到奧奧福的話 我相信 我們出線的機會是很微的 因為 就算我們今年的馬蒂會 幾時都好 他們始終爛樹有三軍釘 你看到這場球 我們想嘗試主動撕破對手的話 其實就很難 但是 入球1比1之後 對手都不能夠死手了 我估計 下場球的下半場 當大家都要開始 拿贏入球的時候 一個open play 我們機會就來 即管看看是否這樣發生 最後當然要再唱一次 我們今次的功神 追回1比1的Ellinger打氣歌 Rhythm is a dancer Anton Ellinger You won't stop him If you dare Cam from Scandinavia Is the United Saviors Scoring score from everywhere WOW Is the Langer WOW You can feel it in the air WOW Is the Langer WOW 今次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待會的第二節 講個別球員表演再見 拜拜